我要争一口气 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 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实际的东西 我一定要拿回来 大家好,我是雷哥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老港片系列 红老大师我黑帮蒙头 今天决心家属宴会 年事已高的他 决定将位置传给幼稚人大华 如果你要问 为什么不传给大儿子了 给你看看这个片段 就知道了 大儿子苗乔伟 如同现代版流禅 整天只顾玩乐 毫无进取之心 而小儿子任达华 则是臣服颇深 做事心狠手辣 谁是理想人选 一目了然 不只是上天安排 还是造化弄人 红老大决定好继持人后 出门便遭遇暗杀 随后众人送老大去医院 在苗乔伟的车上 帮回恶把手熊叔告诉对方 他的父亲是自己所杀 苗乔伟听后愤怒不已 拿枪准备为父亲报仇 但随后 熊叔的话让他犹豫了 你为什么要杀我爸爸 为什么 因为他把应该给你的 给了你弟弟 什么 权力 权力 不错 把他算把所有的东西 全交给你弟弟 包括权力 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是既为己又为人 你弟弟根本不是大将之才 我不希望你爸爸 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 在他手上玩玩 你信不信我的阴光 好 我信 我们一起赌 第二天 帮内开会讨论谁是凶手 苗乔伟将矛头指向弟弟任大华 和帮内元老高雄 因为凶手尸体身份被查实 是高雄执二的手下 而任大华 在父亲出事的时候 又因为接电话不在场 这样看来 这两人确实嫌疑最大 那为什么 苗乔伟会将矛头指向高雄呢 因为他暗地里 其实是任大华派系的人 但是说来说去 都没有直接证据 这名凶手是谁 谈论完凶手 众人又开始商量 谁来计位的问题 高雄说 红老大吃饭时 说过位置给任大华 但这番话 只有几人听到 苗乔伟 当然不会认 正在双方吵得不可开交之际 红老大的老婆 红夫人发话了 这位红夫人 一看就是臣妇颇生之人 同时 她也是支持任大华上尉的人 至于原因 我最后再讲 一位帮中 现在分为鸟派 她也不好直接将胃身之人 让给人打话 但她手里 有一秘密武器 那就是 她的干女儿小红 此人也是熊叔的女儿 小红天真善良 对干妈 也是百依百顺 也正因为这样 红夫人 对熊叔出没的地方 是了如智障 一天 小红过生日 她邀请了父亲 哥哥姐姐们一起吃饭 当大家 兴高采烈为小红亲生的时候 小红的一句话 让熊叔 吓破了胆 我希望一会干妈来的时候 跟爸爸兵释前嫌 我就不用做加薪人 大家以后开开心心的就好了 什么 你告诉他们 我们在这里 别让他跑了 蜘蛛 快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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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姐姐 江湖恩怨 小红 你别怪干妈 一番血战后 熊叔以失去打儿子和小红的代价 跑了出来 直到熊叔痛思恶虑后 苗巧未敢来安慰对方 熊叔的一句话 让他无比感动 生下来就是我的子女 就应该帮助我 这是命运的安排 但是 朋友是可以选择的 如果我不是选择了你 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但是今天我选择了你 别说是我的子女 甚至连我自己也牺牲了 也在所不惜 失去儿女后 熊叔手里还有一张王牌 那就是远在荷兰的赤子小纯 他一个电话将其召回 小纯为帮父亲 更是从荷兰带回一匹武功高强的好友 刚回到香港 他就准备为父亲献上打礼 那就是任打华的心腹 高雄的人头 又是一番血战 小纯成功干掉高雄 果然 熊哥将小纯送去荷兰历是对的 两父子相聚 小纯对江湖的杀戮感到厌倦 他问父亲何时收手 熊哥聊起往事 几十年前 熊哥一家遭到黑帮追杀 怀孕的妻子跑不动 内倒在路边 熊哥健壮 只能躲进寺庙 就这样 他看着妻子和肚立的孩子被杀 在那一刻 熊哥就在心中发誓 一定要做到大佬之位 这样才能保护家人的安全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看未必 小纯听完父亲的往事 答应替父亲完成梦想 任达华这边 失去了心腹高雄 令他急躁不安 洪夫人却是淡定之弱 因为他早已想好对策 那就是请回美国的恶书 此人是洪夫人 安插在美国的手下 专门网络当地王派杀手 这么多年 终于派上用场 任达华回到公司 骗苗乔尾 跟他出去参加活动 熊哥怕出意外 便跟任达华一起 果然如他所料 半途中遭到杀手袭击 熊哥二女儿 替父亲挡枪 当场去世 此次赶到的小陈 见妹妹死亡 怒火中烧的他 带领荷兰弟兄们 对美国王派杀手 展开追杀 什么 你们中国人打中国功夫都打不好 我这个外国人比你们好多了 中国人混蛋 你放屁 你也有种 放下你的枪 上来 跟我比比 喂 放下枪 叫去叫去 对 这家伙太嚣张了 上去叫去叫去他 走 中国人没用 一人吐一色口水就咽死你 我们输呢 他妈的 秀兔崽子 小孩子你也打 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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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王派杀兽们全军覆没 任大华逃回警局才保住了性命 但二叔就没这么好运了 他被熊哥找到 帮父亲干掉所有敌人后 看着眼前的父亲 小陈有了意识动摇 父亲为了权力 牺牲子女却没有意识伤心 他觉得眼前的人不再是遗忘的父亲 所以他决定告别父亲 和兄弟们回到荷兰生活 熊哥辞别小陈后 带苗乔伟来到一废弃工厂 他送给对方一件礼物 那就是任大华 他让苗乔伟拿着手枪 自己则来到一小黑屋 屋里洪夫人被绑着 熊哥要让他亲眼看着 两儿子自相残杀 任大华见苗乔伟手握枪 便开始求饶 趁对方心软之际 他立马踢倒对方 抢过手枪 结果 从小到大 你每次正在赢我 像坐龙头的位子 穿上龙爬都不像太子 混蛋 熊叔叫我做了你 我都不忍心 不过他跟我说了 你会给我胆子的 你也会有今天 就这样 熊哥成功让苗乔伟 做上大佬之位 而小陈这边 他回到家里 却发现荷兰兄弟们 全都不见了 开车寻找一番后 小陈怒发冲官 来到公司 一脚踢开大门 他质问父亲 为何要这么做 这两个司机 你牺牲了多少亲人 出卖了多少朋友 值得吗 值得 我牺牲了许多亲人 出卖了许多朋友 我不是为任何人 是为我自己 除了我之外 全是我的妻子 大少爷是我的妻子 他们是我的妻子 包括你在内 也是我的妻子 这场权力游 我是出卖了你的朋友 你可以为他们报仇 心软 这就是你的弱点 大丈夫做事关键的是心狠手辣 不择手段 原来昨天晚上 小陈潜入苗乔伟的家里 干掉了对方 看着苗乔伟的尸体 凶哥彻底疯了 这么多年来的努力 全被毁掉 路不可遏的他 拿起手箱 朝着小陈 拈开树枪 是想梦啊 你胡说 我踏死你 大少爷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我答应过 一定帮你坐上龙头的位子 你现在可以坐上去了 你看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梦啊 影片名叫龙之争霸 是一部典型的港式黑帮片 看完电影后 可能很多人要问 为什么熊哥 会这么执着 扶苗乔伟上位了 那个我自己的猜测是 熊哥早年 可能和红夫人有一腿 而苗乔伟 就是他的亲儿子 熊哥立群他人 红夫人因此对 熊哥因爱生恨 埋通杀手 想干掉对方 结果 导致了之前熊哥回忆的拉布场景 就这样 两人之间没了感情 剩下的只有仇恨 这也是为什么 红夫人会选择让任大划上位 而不是苗乔伟的原因 熊哥让红夫人 儿子们互相残杀 最后选择让自己的儿子 苗乔伟活了下来 这就是 他对红夫人的复仇 只是没想到 仇恨和权力的欲望 蒙蔽了他的双眼 结果 被儿子小陈 破坏了他的计划 真可谓是 恶有恶报 当然 这一切只是雷哥的解读 因为影片确实有很多地方 没有交代清楚 如果将这些内容 嫁进去 电影会更加的完整 所以影片十分的话 雷哥我只能给六分 最后提一句 影片导演主演 都是扮演小陈的陈勋奇 熟悉港片的人 对此人肯定不会陌生 这人 可谓样样精通 是香港为数不多的奇才 但看着电影里 他叫着 比他大六岁的柯俊雄做爸爸 我还是有点出息的 好了 今天的老港片就到这了 我是一个 四遥讲完所有经典港片的解说 喜欢雷哥的麻烦点个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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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